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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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Monica 你不要这样 这些混蛋不正因为她这样的 喂 喂 喂 伯母啊 是啊 是啊 我是Tammy Monica在我那儿 她说今晚在我那儿睡一晚 是吗 是啊 那为什么她自己不打电话给我 哦 她刚刚进了洗手间洗澡 所以叫我帮她通知你 那好吧 好啊 叫她明早给电话给我 好啊 好啊 那不妨你休息了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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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 你還沒睡嗎? 你還在擔心房子的事嗎? 沒有, 房子都放光了 那放光也好, 但你虧了很多錢 不是很多, 千多萬左右 千多萬, 為甚麼會這樣? 你爹地手上那麼多房子 一下子都放了出去, 竟然會否蝕這麼多? 賺的時候滿滿滿滿滿滿, 豈有風光 蝕的時候沒想到摺墊成這樣 現在, 你在月尾, 眼睛就催我還這筆債 到時候都不知道怎樣, 真不知道怎樣 這麼大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跟阿嬤商量? 沒有, 阿嬤聽過這件事 就說我侮辱, 不自量的 她說, 就算拿了整副身家出來, 救不了我 連阿嬤都沒辦法, 那還可以怎樣? 其實你阿嬤要救我都沒辦法 她可以叫郭鏗幫我 郭鏗? 你說, 郭市集團主席郭鏗? 阿嬤認識她, 跟她有交情嗎? 誰知道有交情 阿嬤, 你阿嬤曾經跟我說過 她說郭鏗以前欠在我們家裡有些事 我雖然不知道是甚麼內情 但你阿嬤總是說話都不會說謊 我相信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 如果你阿嬤肯去見一下郭鏗 或者會幫到你爸爸呢 那你有沒有試過跟阿嬤說? 說了, 誰知道你阿嬤說 無論如何都不肯去見過郭鏗 那, 究竟他們有甚麼恩怨? 我怎知道, 如果讓我知道就好了 看來爸爸這次沒得救了 沒有呢 爸爸 婷姐, 來, 先喝一杯… 我來不是陪你喝酒的 究竟你何時才有這首歌給我? 你不用緊張 我改幾粒音不可以拿一錄 你不用怕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年輕人寫歌寫得不錯 歌是寫得不錯 不過你改幾改, 我又拿來唱 你不跟他們要告你抄幾歌嗎? 告我?傻了 我老知, 通行都知道我抄歌 不過慘罪我高手, 抄得神不知鬼不覺 是嗎? 不是, 就算知道我抄的又怎樣 慘罪那麼多大排都喜歡唱我的歌 不過, 照他們停車你這樣, 是吧? 就算說我抄, 沒人相信 正經樂壇大鼓滑, 活該你發 還好, 這次呢 就算他們出的碟跟我們一模一樣 都會死 因為我們先出碟, 他們先出碟後 到時呢, 我們是蒸排貨 他們才是沒有排貨 我們再告他也不定 停啊 停姐, 你停啊 大車大的位置, 你就站硬了 現在他們出碟又死, 不出碟又死 說實話, 別聽了 這是什麼歌, 簡直是垃圾 我真的過不了自己的一關 怎麼叫Monica唱 如果真的錄這些歌, 不如不要出碟 說真的, 我覺得這批新歌 不夠原本的批好 如果現在硬要錄的話 我想效果都是一般的 Monica也有同感 不如從錄之前的歌吧 最多跟柳婷聊一局 說得對, 我們沒理由要避開柳婷 難道以後出碟都要這樣嗎? 就像以前比賽一樣 他只要做馬, 我照樣比賽 他想看死我,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給他看 Apple, 你聽我們說 重錄之前的歌 就算輸不重要, 要輸得光彩 你們說得對 逼你們做了一張自己不喜歡的唱片 成績一定不會好 況且, 我們今天沒錢 去做一張新的唱片 用回你的舊歌是最快和最經濟的方法 我們這樣做, 成不成功都沒有人知道 我只知道我們這樣做是對的 不要緊, 我們盡力了就行了 我只在安排錄音室 我們盡快出這張唱片 好的 你這樣做, 收工一起入場 好嗎? 蔡小姐 你好 掌聲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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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 掌聲鼓 我爸爸是不是在那邊 是啊, 他和張錄師聊天 那我在那裡等一等 張錄 Demine 你爸爸心情不太好啊 我快不靠 還是這樣做不了 還是 Gaussian鼓 你到了沒有傷口 移動 forma靈, 我們就等著ética 最後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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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请你们掌家 特别是掌老大一齐 来我四下吃餐便饭 不知道两位意思是怎样 应该没问题的 那就好了 明天下来我会派车到达车去府上接你们计算 明天我会派车去府上接你们计算 不用努烦你了 我们自己会来的 那好吧 明天我就在社下公合计算 谢谢观看 媽媽, 郭鏗約了我們一家人去她家吃飯 你給她借錢? 我… 我不會去她家的 和姐, 你先出去吧 男生, 你也有份 你們實在太過份了 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還去找那個人? 你們心目中嗎? 還有沒有我存在嗎? 媽媽, 你別生氣 我知道我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不過我是逼於無奈 我走投無路才是這樣做的 沒有她幫我, 今次真的死定了 是呀, 奶奶, 阿俊也知道錯了 是呀 她會知道錯 她只會錯完一次又一次 媽媽, 爸爸這樣做也是被迫的 你不要罵爸爸罵得那麼厲害 其實說到底 你都說姓郭欠落我們一些東西 那這次她還一些恩惠給我們 很應該, 對吧 我們和國家沒有什麼恩惠 就算有, 也不用姓郭來還 有恩有好, 無恩有好 吃一頓飯就可以救到爸爸了 為甚麼不去呢 我們和國家沒有恩 但是有仇 因為郭欠害過我 害過你太婆 在打仗的時候 我和媽媽沒有飯吃 有人在那兒餓 後來, 媽媽很辛苦 才在朋友借了一碗米回來 他煮了飯 預備和我一起吃 誰知道 突然間有個人走進來 搶走一碗飯 那個人就是郭欠 因為他搶走一碗飯 我和媽媽又要繼續捱 我永遠都記得 喊我的滋味是怎樣的 後來 我和媽媽雖然沒有餓死 但是她的身體就變得很差 沒多久之後 還病死了 打完仗之後 郭欠發了打 她曾經有幾次來找我 說要還回人番子一 但是我們捱我的痛苦 她永遠還不到 你現在這樣做 你不想做老婆 我會把你交給我 媽媽 我跟媽媽 我要念經, 你回去吧 媽媽 你罵得我們很對 不過 我和爸爸 真的不知道你以前和郭欠 有這段過節 現在銀行逼爸爸還錢 你也知道不數一千萬 如果沒有人幫爸爸過這一關 爸爸真的會破產 但是做人要有骨氣 畢竟郭亨也是害死你太婆的人 李親郭亨我們很明白 但是如果爸爸一破產 他這一輩子就很難再抬起頭做人 媽媽,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親情 我疼爸爸,媽媽也是 媽媽,你也是 是,你或許覺得我很不爭氣 但是現在爸爸有事 我們怎麼可以就手旁觀 媽媽,我求求你,你幫爸爸吧 我明天要去吃齋 吃完齋,或許會有些時間 你叫你爸爸等就等,不等就算了 各位,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這麼久,對不起… 不要緊 請坐… 好的 對了,郭老先生呢? 家父因為馬來西亞方面的生意出了問題 他過去處理 他臨行的時候已經吩咐了 叫我向各位說聲不好意思 特別是蔣勞太 約了我們來,自己又不出現 你們似乎不知道什麼是代客知道的 很對不起 客氣的說話呢? 我就不想多說了 我們這次來,是想你們聖國的 幫一下我們蔣家 不知道你有沒有意思幫我們呢? 成一千萬的 絕對沒有問題 是,家父曾經說過 說我們國家欠蔣勞太一個恩惠 這個恩惠 不是金錢可以衡量 所以,蔣勞太可以放心 那位老先生真是疏痠 等一下 我想解釋清楚 我對你們國家並沒有什麼恩惠 只不過是你們欠了我的人情 沒錯 家父說過 無論如何,這個人情都要還 什麼事? 老爺 霍浩先生的秘書打電話來 他說請老太爺明天要打科爾夫球 告訴他老太爺還沒回來 不可以跟他打球 是,老爺 對了 郭老先生真是老當益壯 還有閒情打科爾夫 打科爾夫呢 是家父的一個很大的興趣 他有空就去打球 阿豪叔是他的球友 是嗎? 是 郭先生,不好意思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梅麗君這個人 有沒有聽過 梅麗君? 是不是那個新星冠軍? 我知道是誰 是啊,是這樣的 他跟霍山有一場誤會 一直都化解不到 而且還影響了他的事業 有機會的話 可不可以勞煩郭老先生 跟霍山說幾句好話 讓他這場誤會可以化解到 這樣嗎? 家父沒那麼快回來香港 不過這樣我也有機會見到浩叔 有機會我幫你跟他說一下 那先謝謝你 老爺,可以好飯嗎? 請各位來吧 我想大家就肚餓了 吃一頓便飯,你來吧 不好意思 我想去洗手間 楠先生,陪我去吧 正當 我们这次来求国康 已经是面目无光了 你明知道是这样 居然在求胜国 还怎么可以这么无尊严 这么无骨气 你可以觉得我有错 但对我来说我是没错的 如果我不开心求他 连唯一可以帮朋友的机会都放过 我不是只是对不起Monica 连我的良心都会对不起 这一生我都会过意不去 我不是阿玛你明明 你只懂得想你自己的事 有没有为阿玛想过 从小到大 你做过这么多事 有哪一件事是让我满意的 根本是你对我有偏见 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的 我没有偏见 你没有偏见 你的偏见 就是由我出生的时候 不是男孙开始的 我姐也有说过 当年妈妈在医院生我的时候 你一直都没有来探我们 为什么 因为妈妈没有帮你们 掌家生的男孙出来 这么多年以来 你都对我有偏见 就是因为我不是掌家的男孙 你敢不认 你现在用什么态度跟我说话 现在爸爸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最终都愿意出来帮他 就是因为爸爸是掌家的男孙 换着是我 你一定会看着我死不会帮我 我知道你这一生都会看不起我 不要紧 我不介意 妈 这些面炒得很漂亮 多吃一口 干吗 现在学生性 孝顺她妈是应该的 Tammy呢 为什么还不来吃早餐 王姐 上去叫小姐来吃早餐 不用叫 做人不懂自律 干吗 对了 妈 昨晚在国家 男孙陪你去洗手间 一回来 你一声都不出 有什么事 你想知道的 就问问女儿 爸爸妈妈 妈妈早晨 Tammy 你拿着行李去哪 我搬去学校宿舍 你没有申请过学校宿舍 你住的 无端端搬去那里住 干吗 没有 在家里住得满满的 想过一些独立生活 我走了 Amy 你自己在外面小心点 有空多点回来 我 迷失 究竟为什么我会当年 知觉性废物 是为青春少尿一去不回来 这个世界非常无奈 有话是身边对我相爱的爱人 不知不觉已变相 黄昏 暗星街灯照有情人 参参 黄昏 我孤单单 四处密尘 但无人接近 自问一生 总也只我一个人 我也知觉非上于霸 静默心臭 到时竟放心臭 秋风臭与满杀人 来 喝杯 谢谢 谢谢 刚才的感觉挺好 是吗 是呀 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好一点 还可以好一点 好 再来一个 Amy有DJ给露亭 去白板碰我 是吗 那快点接来听听 Ellen 帮我接来听听 好 眼睛一转看着人 变靠成恶痕 极力猩蜃 撞着一牌私人 这夫犯罪新区意间 真是照着我们的歌串 虽然虽在她的碟子 想上台才过我们 你们两个别生气 你听听 其实真的不太好 尤其是首个几句和chorus part 唱得很生硬 让她唱得 想不到柳婷唱了这么多年 歌都会失手 因为 我想她们一定不够时间 做的歌 柳婷才会唱成这样 那不是更好 一个反面教材 用这样的方法 去唱一首歌 是不会好听的 张先生 坐 有什么快点说 我赶紧到马祥人博杀的 没有 我约你出来是想跟你谈谈出碟的事 还谈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做你的生意 张先生 如果是钱的问题 我们可以慢慢再谈 钱是每人都想赚的 不过看看赚谁的钱吧 张先生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我说得明白的话 就会坚持你难下桌 你不怕说 我也想知道 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你猛 真是猛 昨晚浩叔 就找到我们全港五大唱片发行商开会 还说得明白 如果谁敢发行你的唱片的话 就没人需要 在浩叔拿唱片来发行 弟弟 你得罪浩叔的 你还想在这行站 你不妨礙着叔叔报仇 浩叔 什么 小小 这么巧 不是 我都不懂画 不过上海人 当然要绑上海名家的场 是的 我听人家说 浩叔你在上海普通 有大计划 这个时候跟上海人联络一下 都正好 你的消息真是灵通 我刚才在想 你就听到消息了 浩叔你真是开玩笑 你已经发出所有消息了 所有财团已经知道了 避开你了 省了很多功夫 是的 老郭呢 爸爸还在大马 真可惜 没人陪我打拳 连排局也少了对手 是吗 如果你不嫌世侄 排魏不精 我可以陪你玩两手 好啊 刚刚他在部有局 你今晚来 好好好 一言为定 今晚见 我先吃饭腐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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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赢了吗 是 这么好意思 哈哈哈 打滑屁 就像做生意一样 最重要是 就夠膽拼了才行 這樣也要有家底、有本錢才行 像浩叔你這樣 搞娛樂圈的成績 大家都有目共睹 細塵 那你搞報紙就搞到有聲有色 人家說跟誰有仇 最重要是慫恿他搞娛樂、搞報紙 包他傾家蕩產 這句說話是騙人的 你看他們兩位 一個是一指封衡 一個是娛樂企賽 簡直舉世無雙 搞娛樂事業 幾時都容易出名一點 名字是有些 不過是非多 但是這樣 有些人是喜歡是非多 他認為夠熱鬧 對 說得這麼好 我聽有個小侄女 她跟梅麗君很熟 聽說你們之間有些誤會 是不是真的? 不會? 哼 我簡直想撕死他 這麼嚴重? 你想跟他做和事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了解一下 哦 你又想知道那些什麼八卦秘聞 對嗎? 對 其實那些人很知道 不過梅麗君沒有運行 他得罪了我 就算老國出來 我也沒有面子給他 哦 其實我跟那個小侄女 不是很熟 無緣無故做什麼 跟別人出頭 哈哈 那是對的 小侄女 娛樂圈的東西很複雜 你不明白嗎? 好像玩華視啤 那樣 你不是很熟 所以你不是舖空的書 對吧? 玩華視啤 最重要是有得華視 如果牌不夠大 你就是沒得華視 對的 對的 你說的華視啤 有很多東西 我將來要跟好叔你學習的 哈哈 喂? 你等等 Tammy 找你的 哦 麻煩 喂 喂 請問是不是蔣男生小姐? 是啊 我是 這樣的 我是郭震王先生的秘書 郭先生有些事想找你 輸過多次的郭先生 不知為何你會突然找我們合作呢? Tammy已經把你們的事都告訴我 霍浩這樣壓迫你們 是不對的 我覺得我應該出手幫你們 那你打算用甚麼形式跟我們合作呢? 你們盡心盡力搞好一張唱片 要贏了柳婷 我給你們一百萬 我知道你們之前出唱片有點阻滯 不是 不過這樣 這次我希望你們答應我 要跟柳婷那張唱片同一天推出 這個已經沒問題了 郭先生 既然我們合作得 我想我必須告訴你 現在外面的發行商 全都怕霍浩 是沒有人敢幫我們發行 這方面你不用擔心 我會出手搞定 你們盡心盡力做好唱片就行了 還有一件事 這次是我私人的決定 跟我的生意是沒有甚麼關係 我希望你們不要把這個消息發布出來 這個當然 好,祝我們合作愉快 謝謝 謝謝 再見 各位再見 阿沙 阿沙 有幾天 叫司機準備車,送幾位回去 阿沙 阿沙 Tammy 真的謝謝你 你們別這麼客氣 我都沒有做過甚麼 只不過是把這件事說出來 她想出錢幫你們 都是因為你們的唱片有得做 也要靠你穿針引線才行 不如這樣吧,我們一起去巴慶祝下樓 不要了,我要趕著回大學宿舍 遲了會很麻煩 你搬到宿舍住嗎 是呀,想過一些獨立生活 這樣嗎? 不如我們自己去吧 你也沒玩過 我們剛剛答應郭先生要積極一點 如果不是趕不及 也對 那就早點回家休息,準備作節 去吧 新星歌唱比賽冠軍梅麗君 首張大碟籌備本列 歌曲創意無限,授手動聽 八點十號隆重面世,必定全盛洪洞 為甚麼這麼不開心 我真的不明白 明明沒有發行商和梅麗君出碟 為甚麼他不肯這樣宣傳呢 他就是死心不惜 想跟我們一碟同一天出街 其實沒有大唱片公司肯代他發行 他買了多少隻 就算有歌迷想買 都要走幾條街才買得到 誰有這麼大空去買才行 所以我擔保他的碟 就算出到街 都實行一敗塗地 那倒是 我聽說那個杜青雲開魚檔 你猜會不會在魚檔買 不要管那麼多 我們乾杯吧 我們預祝梅麗君的新碟 慘淡收場 你去找找吧 你去找找找 咦 為甚麼報紙單賣你們唱片 對 梅麗君出第一唱片 還好賣 買一隻聽聽 好啊 浩哥 全港部份都在賣國事大團的梅女軍唱片 真是想不到 郭震王會在背後支持他們 他真是夠膽 作曲 李宗盛 轉轉轉是愛人 仁迷失去無離心有不感 情如風心如水感萬難之感 情願去唱去跳去索去霸 就讓青春少鳥飛往星塵 也要做個開心女人 就讓秋風秋曉曬我心神 畢竟秋意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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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再見 今天狀態真不錯 我覺得唱得比平時更好 外面,反應很好 很少見,這地方打Mini Concert 這麼好反應 真好吃給你 好 真的很虛幸 既然反應這麼好 一人照我說就能做 但這樣騙你們好像不太好 宣傳的手法 最重要是出拳制性 我才知道 出去吧,他們在等下 拿著歌 輸給梅黎君 你怎麼解釋 沒理由的,我全都出力了 是不是歌迷的口味都轉了 你耍我 平時你加上行貨也算了 這次你還加上爪貨 我這首歌,一拍梅黎君的手 當然差幾條街 你抄東西抄壞個人 那個梅黎君 還死了一堆人去搏宣傳 甚麼風頭被你搶光 現在我甚麼都沒有了 不是吧?沒理由的 我剛出道而已 你怎麼懂得這種辦法呢? 當然是Eric教他 現在浩叔連我都生氣了 電話都不肯聽 我今天真的被你害死了 我以後都不會再用你這個 看你去哪兒賺錢來住這個漂亮的屋 好漂亮的屋 Welika,我知道你早兩天 就在你的迷你遠錯會那裡暈倒了 有很多你的歌迷 知道你今天會上來我們的節目 就特地打了很多電話來問候你 不如跟你說一下 你現在還好嗎? 好,謝謝各位這麼關心我 我想現在沒甚麼事了 那天我想主要是疲勞過度 現在休息也不錯 對,我現在看你都好像精神了很多 對於三機旁邊的聽眾來說 這也是一個好的消息 不過我還有一個關於你的好消息 甚麼? 就是你那首新歌《愛得而華》 一上我們電台流行榜 就已經立刻取締了 柳婷的《天涯再見》 成為了我們榜首的冠軍歌曲 我們先恭喜你 謝謝 那你不如說一下你的感想 我想很感謝各位這麼喜歡我這首新歌 還有多謝各位聽眾最近 對我的支持和關心 我很希望在未來日子裡面 我盡量會唱更好的歌給大家聽 那我私下都會很支持你的 那我們不如大家一起來聽聽你的新歌 《愛得而華》 嗯 《愛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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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燈》 《愛哉》 《愛要華》 《愛漂亮》 對不起,大家暫時不可以進去住 聽說到婷姐自殺,現在情況如何? 她有沒有生命危險? 其實婷姐只不過是吃錯藥,而不是自殺 吃錯藥?怎麼會?她是不是受了大刺激? 還是感情出現問題? 聽說她這輪出碟,少量和口碑都被無力軍抄 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心情不好? 大家不要亂猜猜,其實沒有這樣的事 那不如我們接著訪問婷姐吧 等她自己情緒一下吧 不好意思,婷姐需要休息 不想見人,我說多次 其實婷姐只不過是吃錯藥,而不是自殺 麻煩各位,其他情緒可控告 麻煩你 唉,小小料都不包,只有問題 外面有很多記者,被人問到我氣都吸了 辛苦你了,先喝點燕窩 謝謝婷姐 那張大埔記者有沒有來? 當然有,婷姐自殺這麼大的事,她是摸到你 是呀,是呀,其實你也不用去到這麼盡 這次要自殺,下次想不到有什麼好竅 你懂什麼?總之這次我一定要揮下一個梅麗君 她扮雲博同情,我會扮自殺 看看誰的竅比較厲害 我想我這次起碼有三天頭條 對了,過幾天給我放些資料 說我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讓人們以為我這張碟是我最後遺作 情願活過一枝 天真與歡笑中無明智 繁華夜淚靜止 傷心你不會智 誰人路過再次 與明瞭者孤單類似 無論感動中軟弱時 也真想哭一次 還笑會笑再說 一個愉快故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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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